据媒体称,目前俄旭联军,已经对旭叛军发动最后总攻,这次俄一些先进的战机已提前对这些叛军进行了最后的攻击。 上万名叙利亚军人在轰炸之后,立刻对这个地方的叛军进行了打击,希望能够尽快地收复这块领土,土霉衬,这次的俄旭联军,对于恐怖分子进行最后的空袭之前,土耳其的一些军队就对驻扎在叙利亚所在地的这些反动分子,透露了这次的计划,其中主要包括这次的空袭事件以及要打击的目标等各种关键性信息。 这都被悬盘告诉了叛军,这样一次透露信息,导致俄旭联军的空袭变得意义不大,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 根据俄媒体的报道得知,这次消息的透露使得多名反动分子成功撤退,躲过了这场劫难。 而这些人数之多高达五万人,倘若继续对其进攻可能会收效甚微,而且被泄露的这些路线,也很有可能会被打击。 未来在叙利亚方面的这些发展,一定会更难进行。 如果再重新进行拟定方案进行作战,到时候西方的这些国家,会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呢? 对此大家怎么看?欢迎在下面留言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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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。